早前香港中文大學港鐵站對面空地的保安港遭到破壞 現場保安人員被迫灑不明墳墓 香港警方1月26日與新界南總區警察總部通報 警方已涉嫌非法集結及襲擊他人意圖導致不做出某些行為 拘捕4名19至22歲的男子 他們均是中大學生 仍有一名涉案學生正被通緝 案件經過深入調查後 警方成功鎖定4名年齡介乎19至22歲的中國籍男子 他們都是中大的學生 也在昨天 新界南總區刑事部 聯同沙田警區重案組的探員 進行了聯合的拘捕行動 突擊搜查了多處的地點 分別在粉嶺、沙田和荃灣 拘捕了剛才所述的其中三名中大的學生 這三名學生現正被扣勞調查 另外第四名中大學生 我們現在都在通緝著他 警方強調 中大並非法外之地 絕不允許有人嘗試利用中大這個較為特殊的環境 對其違法行為進行掩護掩飾 若有罪案發生 警方絕對嚴正執法 在這裏我想呼籲那名被通緝的中大學生 和有份參與這宗案件的其他兇徒 我呼籲他們盡快向警方自首 配合警方去調查 以免一些關心他們的人 包括他們的司長、家人或者同學 為了保護他們而錯誤地做出某些行為 誤墮發網 另外我想在這裏指出 中文大學並非法外之地 我們警方絕對不會容許有人 嘗試利用中文大學這個較為特殊的環境 去對他們的違法行為進行掩護掩飾